大家好 今天来看一下陈立农 他是偶像练习生出道的 2000年10月3号 那就是天秤住 农历是9月初六 先来看一下塔罗命盘 这是一张猎人牌 猎人就是给人直接的观感 就是恋爱情人 这一类的感情丰富 其实它代表的意义 不只是这些 因为它是分上下两部分的 上部分是大天使 大天使的是给人关怀 送去温暖 一种阳光自己向上的 下部分才是感情 因为是亚当下王 代表的是一种纯洁的爱情 没有参加任何杂志的 对待感情比较专一的 也代表说 当然了周围的 这种异性语言 会特别特别的好 因为树上面的蛇 蛇代表诱惑 当然就桃花 相对来说会多一点点 好来看一下命格 好吧 甲木生在有月秋天 七杀透出来 甲木有根 代表的是 他一定会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所谓喜欢的事情 就是说不计较得失 或者说困难无所谓 一定要做自己喜欢的 不会将就 然后根筋 有这个仪木来合 相当于他就不伤甲木了 有金有成土来合 他也不伤甲木了 相当于他保护的很好 然后坐下是无火 为商官 一般来说 之前我也说了 歌手基本上都是有商官的 邓紫棋 肖战的 还有这个薛之谦的 罗志祥的 等等 这一类都是有这个商官的特性的 他也是他自作商官 还好是男的 代表这种才华很异 心高气傲 他是有的 甲午 无火为商官 代表说一种 只要火不受伤 那就好 当然偏弱 走水地的话比较好一些 那么从2012年开始 走的运就比较好了 走的12年到目前为止都不错 至于几点钟呢 不知道的 反正看个大概 顾且听之 顾且看之 不要计较说这个时间 时间 反正看大概 仅供于乐 不要过于当正 他是12年换运的 进入这个钉害 好不好呢 很好啊 钉火把这个七沙克制 害虽然这个直接生甲木 所以好事情啊 所以这个12年必然有所改变嘛 18年参加的 18年出 18年 那11年已经很久了 2000年出生于台湾 看一下经历吧 甚至高雄 甚至高雄 哦 从小啊 不过有一点 他这个呢 亥水通根于这个 他是甲木的根嘛 水为印嘛 印代表学历啊 学习啊 他的学习能力是很强的 按这个来看的话 因为2000年的话 今年也才虚衰二十岁 所以应该在大学 读大学嘛 或者啊 不过他已经从事这个 演绎的行业了 当歌手了 可能会有所耽误吧 但是从这个来看的话 应该会有比较好的学历的 虽然说他可能 我看一下没有显示说 学历多少 应该会继续学习 会保持说继续一种学习 当然这个可能会间隔一段时间 可能工作几年之后 或者说他的工作就是唱歌嘛 或者说这个组合 一段时间之后 几年之后 他就会去选择这种进修 选择进修了 这个不一定是指说 一直干这个 他以后可能会转啊 会转变的 人的心态都会转变的 年年增长会有所改变 15年被心态挖掘参加 选秀节目 哦 参加了 练习生 18年参加这个偶像练习生 18年是戊虚年嘛 因为18年已经进入这个 这个害水运了 其实还可以啊 2018年是程序相冲 武虚办和火局火这么妄想 必然要克制这个气势 这个比较有力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的 因为起的作用比较好了 地质的话 虚土 当然是可能要结合这个事成的 才能够推出一定的结果 这个也是啊 第二名啊 确实也是牛的 只要这个金 他不要泛滥 被克制住 那么他的人生过得相对的时候就平稳 就比较平稳一些 或者说就 比较顺利一些点啊 2019年几哈年呢 还好还是自行 几土核进来 19年 18年啊 都还可以啊 因为他的这个无火不受伤 那就没有关系啊 19年有吗 很多啊 这个作品啊 这就不来多看了 2020年 但是今年的话是不利的 2020年庚子年嘛 为什么呢 因为乙根和啊 乙根和啊 乙根和的话 这个就麻烦来了 根为七杀是非是啊 看这个笑容是比较的这个温暖啊 都带着一种微笑吧 但今天确实不利啊 之物相冲 害止半河水去冲这个无火 无火代表什么 代表上官嘛 上官代表是一种说唱诗 也就是唱歌嘛 他的这个工作就是唱歌啊 应该主业是唱歌吧 当然他可能还参加了这种 什么电视剧啊 应该是以歌手为主吧 但是今年的话是子午充 很大的原因 可能与这个大环境有关 比如疫情的影响呢 不能够参加这种活动呢 但是不管怎么看 今年是对于他的这个视野是有冲突的 子午充 无火不利 代表今年是比较糟糕的 这个很明显 如果说这个 他挺好啊 今年还比较顺利啊 那表示说还有一种情形呢 也就是说他的 因为他坐下是一个 无火暗藏着他的差 差别妻子啊 为女朋友 看了一下 应该是他也没显示出来说恋爱 但是呢 这个不缺 同时这个也会有 因为他的残的是暗藏的 当然现在是不太可能了 因为子午充了 如果说一直都没谈 没关系 但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他的事业 今年一定有 不利的 不利的 如果说一直在家里 比如说因为这个疫情的情况 没有出来 这个天天在家里 那可能能够避免 如果只要他一露面 或者说这个工作的话 就有一定的影响 希望平稳吧 希望没有什么事情 希望平稳吧 希望没有什么事情 只水像醋 如果说他的恋爱的话 找到一个数码的 那对他的帮助就非常的大了 因为伤官嘛 对他的事业就有 比较好的发展 明年呢 明年是新丑年 新丑年 新丑年 新京一来是正观 正观 不惧怕被课 同时这个丑土 有丑办和金举 2021年 今年也好 明年也好 其实相对来说是不利的 但是 今年是最糟糕的 那么 不知道他现在状态是怎么样的 如果还是在家里的 也没有出来 可能是 工作放下了 因为在环境的缘故 大家都一样 如果他不去表演 反而比较好一些 这就比较矛盾了 粉丝们肯定当然希望能够看到他咯 他的这个演出 他的表演 但是呢 这个今年确实是不利 之武冲 比较麻烦 而且是指水为硬行 硬来冲他的武火 代表说他歌唱事业受影响 现在的目前状态呢 没有啊 没有接受啊 1月份 1月份他其实还是算是 这个19年的事情 19年当然好了 20年还没出现 接受还没有 但我相信20年一定有影响 在他的这个歌唱事业 不是指气的 就是歌唱事业 会有影响 不能继续吧 这个情感的话呢 制作这个正才好事情 他的这个婚恋 或者爱情的话 我认为还是比较顺利的 还是比较顺利的 只是这两年没有体现出来嘛 难道什么时间点呢 2025年 2025年 是最好的时间 今年不利于他的这个事业吧 给人的温暖呢 是他的笑容嘛 笑容 因为无火啊 他用神就是无火啊 无火代表说 代表唱 代表说他的这个火 代表他笑容嘛 笑容温暖 因为他用神嘛 用代表给人一种观感 就是拉近距离 拉近距离 如果说他不从事这个歌手事业 那可能从事这种 比如说设计行业比较好 设计的话是最有利的 好了 就讲到这里吧 今年是不管怎么看都不利 他的歌唱事业 特制歌唱 特制他的这个唱歌的志向事业 其他的还行 希望他平稳度过吧 今年还有啊 今天代表根筋为七杀嘛 代表疾病 容易有种伤 这个伤到 伤到是什么呢 比如说这个磕到碰到了 扭到了 尤其是甲木嘛 甲木为头啊 比如说这个脖子扭到了 也类似这种情形 会容易受伤嘛 容易受伤 好 就讲到这里吧 容易受伤啊 可能就停止这个工作了 好 拜拜 拜拜 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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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